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一下第四题 第四题它告诉你说给你一个表格 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它的横坐标是时间 重坐标是温度 它告诉你说甲乙饼的质量都是100克 然后它们的温度是20度C 一开始的温度是20度C 然后问你ABC株的选项 我们看一下 A 它说比热谁比较大 同学比热大者难冷难热 比热小者亦冷亦热 那你看谁上升的温度最慢 饼啊 对不对 相同的时间都是8分钟 那饼只有上升20度 那以上升很多饼甲上升更多 所以饼比较难温度升高 所以它比较难热 它的比热会最大 再来B 如果说大家的温度都是上升到40度C 那谁吸热最多 好 你看40度C化过去 甲只需要2分钟 乙4分钟 饼8分钟 所以饼需要加热8分钟 它需要吸的热会最多 所以饼吸热最多 可以吗 那在C选项 它问你说 如果说把40度C的甲乙饼 放在空气中 谁 温度降得最慢 好 比热大者难冷难热 比热小者亦冷亦热 所以比热大的它温度比较难下降 所以饼它的温度下降的会最慢 再来诸选项 如果说饼是水的话 好 饼 我们就找这个点 饼 8分钟 它的温度上升了20度C 好 那这个Q 我们自己假设的 假设这个热源 1分钟给你Q卡 2分钟就是2Q卡 8分钟就是8Q卡 所以ΔH会等于 MSΔT 可以吗 它的质量 大家一饼的质量都是100克 水的比热是1 那温度的话是多少 温度上升20度C 可以吗 那假的话 我们怎么看 假的话 我们就看这一点 看这一点 当它加热4分钟的时候 吸收级卡4Q 那它的比热是多少 我们不晓得 叫做S假 它的质量是 假的质量是100 它的温度变化量 从20到60 20到60 所以是40 可以吗 那这样子你把它解连力 你就可以得到S假的0.25 可以吗 当然这个计算上 有一些小小的功夫 如果说有上哥哥的课的话 相信你在上课的时候 我有教你说 这可以怎么样 很快速的把它算出来 可以吗 那这就是我们的第四题